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下的次女也是如此 不声不响 直到孩子出生了一段时间后 还是陈婉珍的亲戚对外公开了这件喜事 外界才知晓得 至今他们全家也从未公开过何有起次女的照片 三房的主人家都那么的低调 身为三房媳妇的齐娇也只能低调 做事不张扬 外出尽可能的不引起关注 不过近期罕见齐娇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与丈夫和尤其的登山照 虽然只是夫妻俩的背影照 但也算是低调的秀了一把恩爱 何鸿燊的三房四房的子女几乎都是同龄 来到今天都相继的进入结婚生子的阶段 也不管是结婚还是生子都是喜事 不过两家人对喜事的处理方式则是极大的不同 四房比较张扬 逢喜事几乎都是翘落打鼓 有多大搞多大 绝对不会亏待加入四房的新成员 比如2019年四房何超银公布喜讯 虽然只是过大礼 但是排场之大是令人炸舌 所以何超银的未婚夫虽然不是什么名人 但是也因为何超银的关系成为了半个名人 而四房小儿子何友军的妻子西梦瑶就更不用说了 本身就是超模 在外有知名度 加上2019年何友军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求婚礼 其后西梦瑶又为何银生家族生下了首个孙子 更是万千宠爱与一身 一举一动都是话题 反观三房的情况就低调平静不少 同样是何银生的媳妇 三房的媳妇齐交 与四房的西梦瑶其实还有待遇上的差别 当然了 说起来可能还是在于三房和四房 在作风上的不同 三房的作风偏向低调 不喜欢搞牌照 2018年何友企向其交求婚成功 没有世纪求婚礼 就连婚礼之间都没有举办 且不要说婚礼了 两个人何时结婚都是一个未知数了 要不是2019年何友企在东华三院媒体见面会 不小心的自曝已经在2018年结婚 说不定至今都没有人知道她已经已婚这件事情 之后其家生女就更不用说了 外界得知她为何友企生女的时候 长女已经接近一岁了 之后二胎女儿出生也显得十分的神秘 有史之中 这位三房的媳妇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脸 即便是何友企的也是很少公开与妻子的合照 在有婆婆对待媳妇的态度 三房与四房也是非常不同 四房的梁安琪对西梦瑶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不能说是因为西梦瑶为何鸿燊家族生下了长孙 其实在西梦瑶尚未公开生子的时候 梁安琪提及西梦瑶都是笑口盈盈 在西梦瑶生产之后 除了开心还公开表示要送上礼物 结果一套价值无益的别墅就成为了最好的礼物 反观三太成婉珍从未提及媳妇齐交 即便是儿子结婚生女之间事情被公开宣扬之后 在被问到感受的时候呢 总是一负一问三不答 甚至呢是面无表情的姿态 也正是这样一度被人误会 三太与媳妇之间是否存在着什么误会或者问题 三太与其交之间呢 有没有相处的问题不得而知 不过不管是谁嫁入豪门啊 都有很多生活适应上的问题 何况其交也不是香港本土人 在与三太的交流相处上可能也需要时间适应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何友琪一家一度的搬离三太的大宅 到西班山的豪宅独自生活 不过后来一家人又搬了回来 对于妻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 何友琪从来没有解释过 只是在2019年母亲节的时候 她突然高调晒出了一张与妻子母亲三人的合照 以照片破解婆媳不合的说法 回头来说 其交也不容易 在何侯深的媳妇中 她是最没有知名度的一位 大房的媳妇Sulky Positor 年轻的时候呢是英国模特 Battles曾经呢 因为她男友的一场车祸写过一首 A Day in the Life 二房的媳妇罗秀英 出自名门归秀 是香港为她乃创办人的孙女 而四房的河西梦瑶呢 是世界超级名模 这个就更不用介绍了 只有其交 既没有名气 也没有特殊的身份 可以形容就是普普通通的人 事实上呢 她是因为何友启为母亲打理 内地公司事务时 有所往来才认识的 之后就低调在一起了 所以她嫁给何友启之后呢 形式作风也只能低调 富家什么作风 她就什么作风了 存在感啊是低也是必然 好在何友启还算是储期 其交如今在香港长居 毕竟富家在香港 且在两年内 她连生了两个女儿 生活重心应该就是家庭 当然再怎么样 她都是何鸿燊的媳妇 所以过的是少奶奶的生活 只不过一切都很低调平淡 在她社交平台上看到的 几乎都是她登山的照片 生活健康寻常 也是日常和友情要工作 她也是没有什么特别消险 也只能做做健康 有意身心的运动 她自己呢也是表示 因为无所事事 天气好就爬爬山 罕见的是 在日前她与何友启一同去登山 夫妻俩在山顶一同放闪 秀恩爱 之后她还公开了夫妻俩的合照 虽然只是一张背景照 但是呢也真的是很难得了 之后她还写下了 要保持一个好的体格 才能去保护你爱的人 想来其交在香港 生活最大的精神支柱 就是何有几了 很多的女生的梦想啊 就是嫁入豪门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放在你的身上 你会选择这条道路吗 其实嫁入豪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幸福 虽然说是物质基础有足 但是生活的压力却要比普通人大的很多 在过去的2019年里有两位女明星步入了豪门 一个是西梦瑶 一个是郭碧婷 两个人可以说命运真的是非常好 都嫁入了豪门 做了儿媳妇 但是两个人的命运呢 却是天差地别 最近赌王家的事情频频的引起大家的关注 除了她富可敌国的财富外 她的四方太太的划分 才是大家最感兴趣的点吧 毕竟这种豪门争成夺利的大戏 在现实生活中太少了 自从和赌王四太的小儿子何友军在一起之后 西梦瑶就成了微博包年热搜用户 前两天的话题 西梦瑶产后首次现身 就在热肚榜时盘踞了很久 原来是何友军还有妹妹何超新一起逛街 被认了出来 确实自从去年生完儿子以后 西梦瑶就基本暂停了所有的工作 开始安心在香港坐院子恢复身体 后来又遇上了疫情 直到现在也没有开工的迹象 两个人当初结婚以后 接着就生下了他们的儿子 也就是赌王的长孙 当时赌王一家人也是到医院去庆贺 作为赌王的第一个孙子 肯定是有非凡的意义纪念的 并且呢也是批准用了爷爷的名字 对这个孩子看起来是极其的咒识 这可是有赌王位要继承的家族啊 虽然传闻赌王的重投资产 已经全部分配给了二房 但是何公子的操作 还是相当具有仪式感的 秦奶奶也就是赌王四太 为新生儿捡期待 然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大谈族谱传承 最后呢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儿子 继承了父亲的名字 网上有人爆料称 三四房为了争财产 都在扩充自己身边的人数 三房啊最年轻的儿子和尤其 已经尽快与他大陆的女友 争了个女儿 四房何超银呢 同样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 揭露了怀孕的好消息 众所周知 独王最钟爱的子女 就是二房女儿何超球 不论是学识还是经商智慧 都甚至她的真传 目前最大的赢家就是二房了 很多人觉得啊 西梦瑶也太幸运了吧 维密大寿摔跤竟然火了 何友军小他六岁 花冰西门不断 还有个强势的妈妈 所以大家觉得两人不可能结婚 可事实却是不仅结婚了 结婚不久还生了孩子 生孩子霸占了好几条热度呢 本身事业不错的西梦瑶 怀孕生子对她的身体打击是巨大的 让一个顶级超模放下一切 去生孩子的合家 当然不是普通家庭 毕竟那是一代传奇 独王和鸿燊一手组建的家族啊 而在这个家族当中呢 超模也是要放下身段去融入的 说实话啊 就算现在也是有很多 生为孩子 再重新回归做模特的例子 但是呢 面对独王之家动不动 升满一个足球队的期许 现年31岁的西梦瑶 这两年想再一再 是模特事业上有所发展 确实不能像以前那么的轻松了 最近就有消息传出 四泰为了让西梦瑶 这几年安心的在家 好好待着延续消火 已经出手将她的 个人工作室给解散了 那么目前看起来呢 西梦瑶的豪明未来之路啊 应该更多是要承担 为家族延续后代的 这一个任务的选择了 齐娇在香港生活两年 通过和友企的关系 她的生活圈子在慢慢的扩大 认识了不少友人 吕良伟的太太杨小军 就是她的好友之一 这也是应该的 毕竟呢 丈夫也不能时时刻刻的 守在身边呢 更需要不同的朋友 扩展生活的层面 但终究是三房的媳妇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要遵循循规蹈矩 总之啊 低教就绝对没有错了 感谢观看